4月1号上午 马英九先生携家人来到湖南省湘潭县 长安寺镇双阳村 在马家祖墓前祭拜祖父马丽安 表达慎重追缘之意 回乡途中 遇到当地群众问候 欢迎回家 马英九用湖南方言回应 湘潭牙字回来了 第一次回到祖籍地的马英九 宣读记祖文和受访时 几度哽咽 不识事类 多年来的愿望能够实现 当然我不可能见过他 但是心心念念 总是希望来祭祖 今天来看到我祖父的坟 内心非常感动 因为我们中国人 圣中追眼 明德归后语 这是我们中国人 道德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马家祖墓坐落于绵延山丘环抱的一片平整稻田之间 被两株翠柏一磅守护 据了解 墓地建于1928年 历经近百年风雨 形制气派 整体保存完好 这里安葬的是马英九先生的祖父马丽安 墓碑正中刻者 闲考马公大鸡老大人之墓 上午十时许 马英九与家人抵达双阳村 随即沿田间小道前往祖墓 马英九走到墓前 首扶墓围 深情凝视墓碑 祭祖仪式开始 马英九与三位姐姐 一位妹妹等家人肃立墓前 仪式遵循当地世代承袭的习俗 铭炮之后 马英九和家人行三上香礼 马英九进献鲜花果品后 用湖南方言宣读祭祖文 马英九献酒后 携家人向祖墓行三居宫礼 再次铭炮后仪式完成 临别时 马英九再次走到墓碑前 俯身观看碑客 并与家人拍照留念 告别祖墓 马英九与家人前往 位于白石镇 潭口村的四门前一渡 四门前一渡 始建于清朝咸丰年间 后因经费原因停滞 1910年 马英九的祖父马力安等 当地乡闲 筹资寄贱 都口码头建成后 免费百度商旅百姓 造福一方